美国动手原因披露 旧金山领馆内藏有FBI通缉的中国间谍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7月20日提交的法庭文件显示 一名谎称自己隶属于中国某军事大学的研究人员 6月20日接受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涉嫌签证欺诈的询问后 进入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并一直待在那里 利用外交设施庇护一个被指控犯有联邦罪行的人 可能会导致中美之间的严重紧张关系 尤其是在美国正在寻求打击中国间谍活动和研究成果盗窃的情况下 一个中国外交使团与知识产权盗窃有关案件中的协议人 有如此密切的联系这是极不寻常的 曾经参与与中国有关的知识产权盗窃案件调查的纽约律师王敏耀表示 利用领事大楼的外交豁免权来庇护刑事案件的被告人 如果属实真的是非同寻常 7月21日美国告知中国必须在72小时内关闭其休斯顿的领事馆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格斯表示 此举旨在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私人信息 根据美国加州北区地区法院旧金山分院7月20日提交的文件 唐娟持接万签证赴美 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员 在他的签证申请当中 唐娟表示他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任何隶属关系 但一项调查显示他曾在隶属于解放军的中国军医大工作 他被认为是现役军人 在获得搜查令之后 联邦调查局搜查了他的住所 找到了他与解放军有联系的证据 6月26日唐某被指控签证欺诈 唐某似乎在旧金山领事馆内避难 根据法庭文件联邦检察官写道 在2020年6月20日对唐进行搜查和面谈后的某个时候 唐去了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 联邦调查局估计他一直留在那里 正如唐案所表明的 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为解放军官员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安全港 以避免在美国被起诉 检察官说 我们让中国政府意识到他是一个有罪的人 所以毫无疑问他们知道被告是一个逃犯 一位司法部的官员告诉Axios 中国驻华盛顿特区大使馆和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 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美国国务院拒绝置评 联邦检察官认为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件 提交法院的文件显示 最近极其类似的案件似乎属于解放军第四军医大或相关机构实施里的一个项目的一部分 这个项目的目的是用虚假的陈述做掩护 掩盖其真实受雇情况 将军事科学家派往美国 唐娟的案件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些案件中至少有一起涉及一名军事科学家 据称他受到上级军方的指示 从一家美国机构窃取信息 根据法庭文件在其他案件中 中国政府指示军事科学家销毁证据 并帮助他们离开美国 白宫于5月29日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 禁止来自于解放军有关大学的某些中国学生和研究员入境 称他们极有可能被中国当局利用 成为非传统的知识产权窃取者 如果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评估是正确的 旧金山领事馆庇护一名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逃犯的决定 是高度挑衅行为 违反了基本的外交惯例 美国官方解释口径不一 关闭领事馆意味着什么 美国政府周二21日突然要求中国关闭 驻德克萨斯州城市休斯顿的总领事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称 这是美国单方面做出的决定 中国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威胁将进行报复 这是中美两国紧张关系升级的最新迹象 美国方面就为何突然做出关闭领馆的决定 似乎有些不同的说法 据BBC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古斯早间 在承认美国要求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关闭的消息时说 这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公民的私人信息 美国不会容忍中国侵犯我们的主权和恐吓我们的人民 正如我们不会忽视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窃取美国的就业机会及其他恶劣行为一样 国务院发言人奥塔古斯在声明中说 奥塔古斯还提到了维也纳公约 他表示根据该公约 外交人员必须尊重所在国的法律和法规 而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更是指出 中国在休斯顿的领事馆不是外交设施 它是中共在美国庞大的间谍网络和影响行动的中心节点 现在那座建筑必须关闭 间谍有72小时的时间离开 否则将被逮捕 除与间谍行为有关之外 也有美国官员随即提及疫情问题 当被问到美国关闭中国领事馆希望发出何种信号时 白宫顾问凯利安·康威说 川普总统一直对中国处理疫情的状况不满 而病毒疫情已经杀死了14万美国人 康威说 我认为总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他对中国不高兴 他们向我国和全世界释放了中国病毒 而且没有什么透明度和诚实度 能得到的资讯非常少 他还说 我们至今也没有从中国得到什么资讯 我们仍然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病例 死亡人数等等 此前美国有线新闻网CNN还有分析称 白宫最新动作可能与中国要求 美国驻华外交人员检疫有关 关闭领事馆是外交关系上的重大举动 但并非没有先例 特别是在两国关系紧张的时候 在2017年8月31日 美国要求俄罗斯关闭位于旧金山的领事馆 以及在华盛顿和纽约的两个办事处 此前莫斯科曾驱逐美国755名驻俄工作人员 美国的举动被视为对俄罗斯的报复 美国国务院当时表示 本着对等精神 美国要求俄罗斯政府关闭在旧金山的领事馆 驻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办事处 和驻纽约的一个领事办事处 2011年11月29日 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黑格 要求伊朗关闭驻伦敦大使馆 限令所有外交人员48小时内离开英国 黑格当时说 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不能让我们的外交人员 在他的国土上正常运作 那也别指望在我们这里有正常运作的大使馆 此前英国驻德黑兰大使馆遭到数百人袭击 黑格说这严重破坏了日内瓦公约 责令关闭使馆并不意味着两国切断外交关系 但标志着双方关系大幅度恶化 被要求关闭的一方通常会有以牙还牙式的报复举措 BBC国际事务分析员马库斯认为 关闭领馆显然是华盛顿与北京对抗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发展 他说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 正好发生在美国指控两名男子受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指使 试图窃取美国疫苗的事件之后 尽管目前还不清楚上述两起事件是否有关联 但是川普政府决议要公开指证北京行为的意图明显无误 他还说美国正处于总统大选竞选期间 经济和社会又遭遇新冠疫情的打击 川普断定打中国牌有政治好处 他认为很难看出北京能如何避免对等回应 而当下的危险就是部分由美国内政引发的对抗 可能在以牙还牙中失控 而那也只能使得原本已经复杂化和紧张加剧的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 中国和美国目前在多个领域有着显著矛盾 两国间的不信任和敌意迅速升级 从两年前两国便开始的贸易战到新疆香港和南海问题 川普政府均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美国还指责中国应对疫情失误 并质疑疫情可能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 周二早些时候 美国司法部刚宣布起诉两名中国公民 指他们是受中国政府指使 盗窃海外高科技公司机密情报的黑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称 由于美国近期对中国的污名化和煽动 中国驻美使馆近期收到针对中国驻美外交机构 和人员的炸弹和死亡威胁 中国媒体澎湃新闻进一步报道称 中国驻美大使馆签证处在7月20日 曾连续接到一名男子拨打电话 他在最后一通电话中模仿了爆炸的声音 美国防长想为南海紧张降温 防北京或被冷具 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 21日表示希望能在今年年底前访问中国 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今天对此冷淡回应 希望美方为两国两军交流对话 创造积极氛围 并要媒体询问中国国防部 据中央社今天的报道称 美国防长判访中中国外交部冷回 先创造积极氛围 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于昨天21日表示 希望能在2020年底前访问中国 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回应冷淡 还建议媒体去问问中国国防部 据该报道称 中国外交部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 汪文斌在回答时做了上述表示 并指中方注意到艾斯珀部长有关表态 据汪文斌说 这个问题建议你向国防部询问 两军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希望美方为两国两军交流对话 创造积极氛围 在汪文斌上述回应前 中国官媒参考消息网发表短评说 川普政府的两名高官 另一人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同一天发出看似矛盾的两种声音 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中共外围官媒环球时报 则引述未具名的军方学者说法指出 这项消息若属实 首先表明美方愿意沟通的姿态 不愿看到中美僵局进一步失控 若艾斯珀能成行 与中方谈的主要问题将是危机管控 据这名学者认为 在当前局势下 艾斯珀对外解释愿意访问中国 有试探民意和国际舆论的意味 但是当前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并不适合艾斯珀访问中国 双方的民意基础都不行 美国多名共和党参议员 提出与中国竞争的法案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多名重量级的共和党参议员 星期二7月22日 提出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 以推进美国与中国进行竞争的全面战略 这项称为针对中国加强贸易 区域同盟技术经济和地缘政治倡议法案 是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 来自爱达河州的李施 和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加德纳 来自犹他州的罗姆尼 以及来自印第安那州的托德阳 共同提出的 中国共产党正在重塑国际秩序 以使威权政权受益 并直接损害美国和民主的利益 李施参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出了第一套全面的法案 提供保护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国与合作伙伴的利益 并保持我们作为全球领导者地位的美国战略 这位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希望 这项法案将推动两党合作 为在2020年以及今后在与中国竞争的各个方面提供一个蓝图 曾在2008年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的罗姆尼说 解决中国对美国的自由、人权和自由企业等基本价值观构成威胁 是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核心挑战 他在声明中说 我们现在必须采取果断行动 来对抗中国日益增加的侵略性 劝阻他们实施掠夺性的做法 这项立法为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的意图 防范中国的恶意影响以及维护我们的利益提供了新的工具 这个简称为战略法案的立法主要条款包括 解决中国扭曲全球市场 伤害美国企业的经济行为 特别是知识产权盗窃和政府对中国公司的大规模补贴和赞助 通过增加与盟国合作伙伴的技术合作来应对技术竞争 保护美国的机构不受恶意和不正当的中国影响 加强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态势 以保护美国自身盟国与合作伙伴的利益 尽可能在军备控制朝鲜和环境等领域优先考虑合作 而不是冲突 如果中国表现出诚意和透明度 川普上任之后把中国视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两国关系因为一系列问题而处于1979年以来的最低点 上星期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发表演说 呼吁美国人重新评估与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的关系 他说北京试图取代曾有世界民主兵工厂之称的 美国全球科技领导地位 并且已经成为世界独裁兵工厂 星期二 美国司法部起诉两名被控与中国国安部门有关联的中国黑客 同天美国国务院下令 中国在星期五下午之前关闭驻休斯顿的领馆设施 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说 这是因为持续存在的北京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 蓬佩奥计划星期四就美中关系问题发表新的重要演说 您好我是戴希今天是2020年7月22号星期三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会了解到 美国政府21号要求中国在72小时之内关闭驻休斯顿的总领事馆 有照片和视频显示领馆在关闭之前似乎在烧毁什么东西 那么烧掉的究竟又是什么呢 有传这次事件的导火线是美国早前准备派人回驻武汉总领馆工作 北京当局拒绝 而是要他们按照一般旅客的程序入境之后接受隔离 以及抽取DNA进行检验 美方断言拒绝中国的要求 并且以关闭中国驻美总领馆而反击 以美国要求中国关闭驻休斯顿的总领馆 引发的中美外交可能会冲突加剧的担扰 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双双几跌 均贬获了7的关口 针对美国司法部指控两名中国黑客 窃取美国新冠疫苗的机密 中国驻英大使刘晓宁博士称 一些西方的政客指控毫无根据 是对中国科学家及其成就的不尊重 即脸书、推特、谷歌以及Telegram等 美国的社交网络平台 拒绝向港府交出用户资料之后 韩、日及台湾用户所欢迎的Line的母公司 Naver已经决定将香港的伺服器撤走 在港、日本公司也有37%表示将撤离香港 目前中国股市投资人数已经达到了1.68亿 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当中就有超过一个人正在炒股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根据法广的报道 美国政府21号要求中国在72小时之内 关闭驻休斯敦总领事馆 让低潮当中的美中关系更加恶化 根据中央社今天的报道 中国驻美领馆被关闭 烧毁什么文件更受关注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在21号晚间传出火警 领事馆人员疑似在庭院将大量的文件放进垃圾箱进行焚烧 此事被披露之后不久 中国的网络上一则评论受到广泛的关注及转发 内容是 中国一间驻美领事馆被关闭 美国人并不在意 美国人在意的是 这些中国人是想在领事馆被关闭前烧掉什么东西 也因此外界普遍认为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忙着烧毁的文件 或许可能与美国政府限令中国在72小时内 关闭总领馆是有关系的 直到美方范满对此事发表声明之前 外界对此事已经有不少揣测了 其中有评论认为 休斯顿总领馆所销毁的 可能是众多的持假护照假身份入境 而且以留学生或者是科研人员做掩护的 中国间谍的真实资料 评论指出 这一论资料是存在于中国驻美大领馆及各个总领事馆 如果不销毁 那么中国在美国部件的广大间谍网就有可能毁于一旦 中央社说 这一项严重冲击美中关系的决定 下午近三点的时候 首先是由中共外媒的官媒 环球时报的总编辑 胡锡进在他的推特上披露的 三点过后随即由主持例行记者会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进行证实 美国国务卿发言人欧塔加斯则在台北时间今天傍晚发表声明 指出美国此举旨在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的个人信息 并且指出外交官必须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 而且有义务不干涉该国内政 奥塔加斯说 美国不会容忍中国对侵犯美国主权及恐吓美国人民 就如同美国不会容忍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窃取美国的工作以及其他不良机美 根据中央社称 声明发出之后 文中的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个人信息 外交官需尊重当地法律和法规的字眼 就引起了查测 有评论指出 休斯顿及中国驻美的各总领馆 可能介入涉及或知晓中方窃取美国政府及企业机密的各类证据或蛛丝马迹 才会让美方有如此强烈的反应 据该报道引述路透社的消息 知情人士透露 美方下令中国72小时内关闭驻休斯顿总领馆之后 中方已经考虑关闭美国驻武汉的总领馆作为对等报复 好来看下面的消息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新闻背景 关闭中领馆是DNA惹祸吗 中领馆指遭死亡炸弹威胁 美国勒令72小时内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出此举是为了保护美国知识产权及美国人个资 而中国外交部指控驻美国华盛顿的大使馆近期收到炸弹和死亡威胁 中国官方没有提供死亡威胁细节以及指控缩职 据路透社引述消息 指中方正在考虑关闭美国驻武汉的总领事馆作为报复行动 对于有关报道中国外交部美国驻华大使馆都没有回应 目前美国除了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外 分别在广州、上海、成都、沈阳、武汉 另外香港则设有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 据法广报道称 美国勒令中方在72小时内关闭驻休斯顿总领馆后 美国国务院22日发表声明 指出此举是为了保护美国知识产权及个人情资 美国国务院没有进一步解释 但此前美国起诉两名对美国发动攻击的中国黑客 目前不清楚二者之间有无关联 据该报道称 中国方面除了扬言报复美国外 也没有就美方为何采取如此高调的外交行动 提出说明 据推测 美国要求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 一大原因可能在于报复北京阻止美国外交官重返中国 据该报道中说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 美国上千名外交官及家属撤离中国 但随着中国疫情趋稳 美国外交官重返岗位被提上一时日程 这项消息尚未获得证实 不过据路透社说 美国和中国在病毒检测隔离期限等细节问题上没有谈拢 因而导致原定于7月开始的美国外交官反中包机已经推迟 而据《苹果日报》说 传中国要入境美国的外交人员验DNA惹出了祸事 但有传这次事件的导火线 是美国早前准备派人回到驻武汉总领馆工作 北京当局拒绝外交人员回总领馆 而是要按他们一般旅客程序入境后要接受隔离 即抽取DNA进行检验 美方断然拒绝中国要求 并且已关闭中国驻美总领馆发提反击 可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微博上却声称 有权威消息人士告诉他 中国没有阻止美国外交官正常返回中国 对他们如何回到驻华使领馆工作 双方有协议而且在顺利执行 包括美国驻武汉总领馆 中国没有对他们的运转设置任何障碍 他在批评美国强官休斯顿总领事馆 根本没有拿得上台面的正当理由 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说法 唯一表现的就是华盛顿的无耻 另据自由时报报道说 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 中国今天证实 美方21日下令中方在三天内将驻休斯顿总领馆关闭 并撤离所有人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更提到 中国驻美大使馆收到炸弹和死亡威胁 中国传媒22日引述权威消息报道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签证处于周一20日接连收到同一个不明号码的资料电话 来电人士是一名男子 模仿爆炸声音后挂断电话 报道指来电人士是一名说英文的男子 反复拨打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签证处并在职员接线后收线 他最后一次致电时间时询问 是不是中国大使馆签证办公室得到对方肯定后 他说你知道你们大厅里有什么吗 模仿爆炸声音后挂断电话 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驻美大使馆曾在3月21日收到死亡威胁邮件 近期收到的手写及打印辱骂信件也急剧增加 内容涉及攻击中国共产党及新冠病毒等 中国驻美使领馆已经加强保安措施 对于美方要求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三回应指 美方去年10月和今年6月 两次对中国驻美外交人员无端设限 多次私自开拆中方的外交邮带 查扣中方的公募用品 他也指由于近期美方肆意污名化和煽动仇事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近期收到 针对中国驻美外交机构和人员的炸弹和死亡威胁 汪文斌表示 由于美方近期肆意污名化和煽动仇事 中国驻美使馆近期已经收到 针对中国驻美外交机构和人员的炸弹和死亡威胁 美驻中国使馆网站更是经常公然刊登攻击中国的文章 相比之下 是谁在干涉别国的内政 是谁在搞渗透搞对抗 事实一目了然 美国要求驻德州休斯顿的中国总领馆 72小时内关闭 消息指有人因而在总领馆外焚烧机密文件 导致火警发生 事实上 美方政府焚烧机密文件的做法过去也曾出现 美国总统川普2017年曾要求关闭俄罗斯驻美国三藩市总领馆 有指职员也曾焚烧机密文件 2017年8月31日 美方下令关闭俄罗斯驻三藩市总领馆 报复俄罗斯下令美国需削减驻莫斯科外交人员的举动 并要求俄方人员需9月2日离开 在9月1日总领事馆的烟囱被发现冒出黑烟 相信是职员烧毁大量机密文件 消防部门曾欲调查冒烟一事 但被遭拒逐门外 同日稍后 两名俄方人员手携多个箱子 登上挂有外交车牌的车 离开 网民纷纷在网络社交平台上讨论 有人戏称俄方人员在管内焚烧间谍活动的证据 更有人指他们在焚烧有关川普及希拉里的文件 另外同遭美国勒令关闭 隶属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的贸易代表办公室 也被发现有俄方人员焚烧物品 俄方其后有为神秘浓烟解化 只在仅有的三日期限内 俄方人员用尽方法清空总领事馆 包括火烧物品 有关此一事件的进一步报道 请关注明镜新闻台的新闻追踪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来看下面的消息 因为美国突然要求中国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 引发中美外交冲突可能加剧的担忧 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双双击跌 军事跌破了7的关口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的报道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日内由升转跌 短时间内大幅跌了350点 收报7.0059 较上一日的收市价6.9936 下跌了123点 截至到4点40分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在7.0083 下跌了404点 路透社引述交易员称 早盘时段市场继续延续了昨天的乐观情绪 美元偏弱 人民币一度触及近4个半月的新高 但是午后中美外交冲突骤然升级 贵价短线大跌逼近了7.01元的关口 交易员表示 美国突然要求中国关闭总领馆的消息 完全出乎意料 市场将继续评估后续影响 短期料以避险为主 此前积累的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或者是受到的影响 不过在美元偏弱的背景下 人民币仍然可能在事件停息之后转强 东京三菱驻香港的东亚区环球市场研究主管 Cliff10则表示 投资者一直知道中美关系日期紧张 后续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作为报复中国可能会关闭美国在华的一个领馆 美国要求中国在72小时内关闭休斯敦总领馆 中国的外交部则表示 此次美方单方面的现实关闭休斯敦总领馆 是美国对华采取的前所未有的升级行动 中方敦促美方立刻撤销有关错误决定 否则中方必将做出正当和必要的反应 来看下面的消息 针对美国司法部指控两名中国黑客 欲窃取美国的新冠疫苗的机密 中国驻英国的大使馆刘晓明 在他的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搏斥 他称一些西方的政客的指控毫无根据 是对中国科学家及其成就的不尊重 根据东网的报道刘晓明表示 一些西方政客声称中国正在窃取研究数据 这种指控是对中国科学家及其成就的不尊重 还有可能会破坏研发方面的国际合作 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和拒绝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16号曾经在演讲当中宣称 来自中国的黑客针对美国大学和企业窃取有关新冠治疗的知识产权 对此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强调 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 也是网络窃密和攻击的主要受害国之一 中方在网络安全的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坚决反对并且依法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和窃密的活动 好 我们来看下面的消息 中共强推香港国安法 即脸书、推特、谷歌以及Telegram等美国的社交网络平台 暂停向香港特区政府交出用户资料之后 广为韩国、日本以及台湾用户所喜欢的LINE的通信平台母公司Neighbor 已经决定将香港的伺服器撤走 那也另据日本驻港总领馆的一项调查发现 八成在岗日本公司对国安法表示关注或非常关注 其中共有37%考虑缩小业务范围 甚至会撤离香港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 韩国最大的网络伺服公司Neighbor旗下的 位于香港的数据中心将迁移到新加坡 以更有效的管理及保护用户资料 事实上 在国安法赋予当局更大的网上监管权之下 海外客户及供应商均担心在香港企业如何来保障数据及网络服务安全 韩国最大的网络服务公司Neighbor是Google在韩国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 并且拥有通信平台LINE的大部分股份 其位于香港的数据中心的子公司Neighbor Business Platform的管理 该公司7月份起已经是开始转移数据库 并且已经删除了储存在香港的所有数据 Neighbor表示 正将其数据备份中心从香港转移到新加坡 直言决定搬迁是出于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 其中也是包括香港国安法 根据报导引述了技术咨询公司Ecto Consulting的 香港常务合伙人Cloud Eckhart表示 Neighbor的举动进一步证明各国更趋向将美国及中国划分为两极 他又指出 当香港坚决选择回归中国 则难以再向世界宣称亚洲国际都会 尽管如此 本港仍然受惠于来自中国的投资活动 外资普遍担心香港管法实施之后 或被迫将私人用户数据交付到香港政府 及受到共产党党的审查 Google 亚马逊以及微软已经先后于月内宣布 拒绝接受香港监管机构来翻查客户的银行记录 此外 根据日本总领馆的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 香港的日本公司在严峻的国安反射下 正在考虑缩小业务规模范围 甚至扯离香港 南华早报引述这一项调查报道 总共有600家日本驻港公司接受了这次的调查 调查收集了他们对香港营商环境 新冠病毒以及港人对国安法示威活动的看法 报道称 调查的结果在21号的晚间发表 结果显示有八成的受访者对国安法表达了关注或非常关注 大约有37%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会考虑缩小香港办事处的范围 或者是重新检讨在港公司的功能 或是搬出香港 也有三成五的公司表示 他们将继续他们的业务策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统计 A股在6月份新增股市投资人将近155万 比去年同期大增了将近五成 目前中国股市投资人总数已经达到了1.68亿 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就有超过一个人正在炒股 根据世界日报今天的报道称 中国股市近期交易相当的活落 截至到本月21号 沪山两市成交额已经连续14个交易日 超过人民币1兆元的大关 该报道指出 22号早盘中国股市三大股指开低走高 截至到5000收盘 上证指数上涨1.20% 收在3360.78点 两市半日成交额就超过了人民币7300亿元 预估全日成交量渴望再度突破人民币1兆元 和前一个月相比 尽管六月份沪山两市日均交易额已经比五月份增长了15% 但是金额仅达到人民币7261亿元 比七月份低了一截 指数节节高升 交易量高居不下 也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投入股海 据统计中国六月份新增投资者154.90万 年比增长了46.71% 截至到六月底 A股投资者总数已经达到1.68亿 其中自然人1亿6735万 占到中国14亿人口的12% 由上海报业集团主管的财经媒体财联社指出 六月份是中国近年以来股市开户数第三高的月份 仅次于三月份的189.12万和四月份的164.04万 从近五年的数据来看 三月都是中国股市开户的最高峰 据该报道 七月份开户数据尚未出炉 但是中信证券的数据显示 七月份日均开户数比六月份又增长了约30% 显示仍然有不少中国民众正在积极加入到股市投资的行业当中 好 再来关注一下TikTok 有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科技公司的字节跳动的部分美国投资者 正在与该公司的最高管理层商讨 联合收购抖音海外版TikTok多数股权的可能性 根据新闻网站The Information的报道 知名知情人士表示 该谈判还处于初步的阶段 是字节跳动正在研究的一个可能方案 该公司正在探索如何处理美国可能禁用该应用的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